加油 快到年底了 不少人的微信群里都在转发扫码领红包的图片 不过大家也千万别被红包给蒙蔽了双眼 因为这有些红包啊它有可能是一个陷阱 这就是最近一些微信群里转发的领红包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就会收到一条信息 复制这条信息再打开支付宝就可以领取现金红包 金额随机从几毛到几十块都有 记者电话联系了支付宝客服人员 客服人员告诉记者 他们近期确实搞了这样一项促销活动 但正是这种互相转发的手机扫码方式 也让不法分子钻了空子 有人将二维码进行了替换 用户扫码后支付宝密码就会被修改 紧接着银行卡里的钱就会被转走 现在大片的都比较多 还关于陌生的转线连接 这边我们没办法去开拓 客服人员告诉记者 真正的扫码领红包活动 扫码后红包会直接进入支付宝账户 不会有多余操作 一旦扫码后提示要进入网站 或填写个人信息 或下载程序 大多是骗子想去修改你的个人密码 最好直接终止 不要操作 此外年底了还要记住 有五类红包不能抢 一是需要个人信息的红包不能抢 二是送话费 送礼品等分享链接的红包不能抢 三是要求与好友共享 且达到一定金额才能提现的红包不能抢 四是666888之类的大红包不能抢 五是要求输密码才能拆的红包不能抢 这红包虽好 但是可不要贪心啊